SPS 13 2018的新版本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体验一下这款产品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款呢就是我们在电商所购买的 我们给它打开 好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新版的戴尔XPS 13的包装盒 包装这边呢看起来比较简陋 为什么呢大家看到这边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上面没有任何戴尔的原厂的那种标题 不管了咱们先开一份看一下 好来看看这几个东西 首先呢这是一个Type-C转USB接口的数据线 这边是它的充电线 我们把它看一下 这个线材的长度 这应该是在90 A端线材90 B端线材那应该是在1米8 1米8加上90 大家可以大概算一下它的线材长度 输出功率方面 我们瞧一下它这个变压器 45瓦的一个充电器 好接下来重点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产品 首先呢这款盘品呢 用的是笔记本上面不是特别常见的 就是不能说不常见吧 就是不是特别多件的这种配色 是一个白色的配色 盒子里面呢并不重 挺轻的 我们接下来看 来看这个盒子 是一个金色的配色 准确的说是一个淡金色的配色 那么中间这个logo呢 还是戴尔的那个金色的logo 和外表的颜色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 应该是偏玫瑰金那样一点点 接下来里面 这个就是被誉为CES展上面最漂亮的 颜值最高的笔记本 目前来说没有之一 怎么样呢我也很盼望 咱们下面一起打开来看啊 你和我一起来看 预备 开 什么意思啊 我是想试一试 它能不能够单手开合 但是大家看到了 它是不能够单手开合的 也就是说它的转轴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紧的 打开 一个手按住这边 按住开 按住开 大家看到整个的B面和C面 都是由这个白色覆盖 白色的边块 下面是白色C面 我初次见起来还不错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有东西说你这是打广告啊 注意接下来我们就要吐槽了 吐槽在哪呢 大家注意 我们过去这半年 开了也有十多款笔记本了 几乎每一款笔记本呢 在开箱之后 B面C面中间通常都会有一层 要么你是纸 要么你是绒布 要么是无纺布 都会有一层保护的 这个呢啥也没有 看一下这个B面 B面黑色区域呢全都是屏幕 然后边块呢就是戴尔 这些年以来啊 近三年来引以为傲的微边块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三年前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年买的这款 2015版本的XTS-13 那么两台产品放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其实它的B面差别真的是不大 你这么看起来的话 其实2015年的时候 它的颜值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好 这也是为什么在1617两年 戴尔在外观上完全没有改变 这也是我吐槽不已 咱们从这个外观看好像就 没有什么变化是吧 但是呢你仔细看下边 就是戴尔标志这个位置 原来摄像头呢在这儿 这也是被人吐槽最多的地方 你在和人家聊天的时候 这个你会 对方会经常看着你一只硕大的手 怼在这个摄像头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对方经常看到就是这种情景 一个斜下45度向上的脸 加上一个硕大的手在这打字 这应该是 就这个角度大家知道 应该是人最难看的一个角度 所有女生的死角 然后这个手又这么大 所以每次跟女生聊天 对方都会问你 你这个手为什么这么大 是因为经常练习的原因吗 然后我们看今年的 戴尔的XTS-13新版2018版们 做了一些改进 他把摄像头挪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 这个打字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两只手 两只手就都出现在了镜头当中 原来是只有左手出现在镜头当中 现在你在打字的时候 就你和对面的人在聊天的时候 是两只手都在这里打字 那三年前和你聊天的一个女生 现在看你再跟她聊天的时候 就会这么问你 哎 你现在改成两只手了吗 大家注意看 在2018版本的XTS-13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它的这个C面 用了一个新版的编织材质 根据戴尔官方的宣传 这个纹理呢 是可以保持长期 他没有说到20年 好像是要能保持 几年不受油污影响的 这边有一个我觉得还不太合理的设计 大家注意看这儿 我只是在桌子上放了 咱们也就放了20多分钟吧 这已经有一个黑黑的一条了 不知道可以看清了 这已经有黑黑的一条了 就这个浅色的底座呢 确实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就是转轴这个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散热孔在这里 好 这两个显示的都是雷电接口 虽然是用了全新的模具吧 但是我觉得和2015版本 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变化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槽点倒是有不少 刚才除了说这个转轴方面的问题之外 大家注意看就是这个接口 接口呢 全面转向Type-C 一个Type-A接口也没有 然后呢 包括HDMI 包括迷你DP这接口呢 也一律欠缝 啥也没有 所以如果你身边的同学 特别是你工作交流的这个伙伴 他们主要还在用普通的U盘 普通的移动硬盘的话 我劝你慎重考虑这个新款 看一下这个做工情况 这边的这个指纹识别这个按钮 这个圆不居中 就是边上有一些公差 就是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可能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就这个位置 好我们开机 这些是Microsoft推荐的设置 请继续查看这些设置 并在就绪后选择接受 他这会儿呢 我们推荐大家啊 除了位置 还有这个语音全管上 因为呢 他如果你不关 他就全吃广告 那么这个呢 就到了Wing10的桌面 而且呢这个桌面呢 是换了新版的壁纸 进来之后呢 只有回收站 咱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电量 电量呢是剩余53% 基本上就是一半 他提示呢 剩余电量6小时59分 有同学说这个电池续航 到底能干净是多长时间 就是我来分享一个小办法 有一个换算公式 这个只试用一个超级本啊 就是官方宣称的那个电池续航时间 那么你就把它除以二 就是这台机器正常运行的时间 这台机器应该是官方宣称是运行 待机时间应该是18个小时 也就是说它的实际 正常工作的时间 大概是9个小时左右 型号没问题 XPS13 9370 Corei5850 1.6G 8G内存256G的硬盘 Wing10的家庭中文版 版本的是1709 果然搭载是最新的版本的 没问题 存储这边 250G的标称容量 这块屏幕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屏幕 是一个普通的1080p的屏幕 如果你要用Windows的系统的话 我们始终不推荐你购买高分屏的笔记本 好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 对于办公软件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它打字的感觉怎么样 随便打点字 然后说一下我的第一感受 关于这个键盘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 还是属于这种 就是稍稍软一点点 它这个隐藏的左右虚拟按键还是 就是鼠标按键还是比较舒适的 显卡就是普通的极显HD2620 他问指纹怎么样 指纹它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按压指纹 咱们来感受一下 试一试啊 这个我啥也没动呢 咱们试一下 好 大家看到就过去了 你不用再说密码 差不多整体这个 机器的方方便面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就是外观这部分的方方便面 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个人觉得确实挺好看的 但是遗憾的也有 就是接口全是雷电接口 不是两个雷电加一个Type-C接口 就是你在未来的通用性方面 会有一些影响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看一下 现在这个画面 它应该是已经自动调到了最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人物的效果 头发上面就完完全全的 全都是马赛克 就是头边缘这个位置 它现在分辨率呢降到了720P 就是它应该是系统自动调节的 为了运行能运行得了 咱们来试试啊 这个是第八代酷睿i7处理器 搭载的全新2018版本的XPS13 首次吃鸡 现在呢帧率是18帧 左上角啊17帧 咱们找个人少的地方 稍微溜达溜达 再给大家解说一下 现在是15帧 这个帧率呢 我觉得只有像我这样的高手 才有可能活下去 那能吃鸡就剩一个嘛 你打一个1 如果是第二名打一个2 第三名打一个3 第四名打一个4 告诉大家 目前只剩下8个人 目前只剩下8个人了 我就这呆了 枪声大过 现在已经剩4个人了 刚才打3 不是打5的同学你们都输了 5的同学你们都输了 5的同学你们都输了 第2 第3 第3 还可以啊 第1次吃鸡就拿到了前3 这个游戏呢 我觉得我们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嗯 冰不雪刃 获得前3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对 嗯 使用 可以可以可以来